千任雪对雪叶大帝出手 天斗帝国局势突变 独孤国家入唐门 小怪物 我听宁家那小丫头说你回来了 就立刻跑过来找你了 快跟我走 大事不妙了 是不是雪叶大帝中的毒出了问题 雪叶大帝他 快不行了 什么 老怪物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次你不是对我说 雪叶大帝中的混毒 已经被你控制住了吗 当时确实是被我控制住了 我用碧磷蛇黄之毒 采取已毒攻毒之法 将混毒尽可能的抵消掉 然后再通过药物慢慢调理 可谁知道 原本情况已经稳定下来的雪叶大帝 在一个月前突然再次毒发 而且这一次发作得更加猛烈 我仔细检查过他的血液了 发现他血液内蕴含的毒素 竟然是在不断变化的 而且变化速度极快 我的碧磷蛇黄毒 虽然能够产生已毒攻毒之效 可是每当他体内的毒素被我中和之后 用不了多久 就会产生新的剧毒 而且新产生的剧毒会变得更加厉害 当我第七次使用已毒攻毒之法 帮助血液大帝暂时压制混毒之后 毒素再次爆发时 立刻就会要了他的命 甚至不会有失救的机会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敢用这种方法再帮他压制体内的毒素 那现在你已经用了几次这种方法了 六次 什么 每次我都是在他即将不行的时候强行将毒素压制 可他体内毒素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赶快跟我到天斗帝国皇宫走一趟 如果连你也没办法 那天斗帝国可就真的要变天了 等一下 我们先去找一个人 带上他一起进皇宫 要想变变混毒 擅长用毒之人去得越多越好 在返回唐门的路上 唐三将自己创建唐门的过程 简单地告诉了卢伯伯 而他要去找的那个人 毫无疑问就是破织一族的族长杨无敌 小怪我 无论这次事情结果如何 你那唐门都要算我一份 这药堂堂主的位置没我什么事 挂个长老的名字 总不过分吧 当然不过分 难道我还能拦得住你吗 不过你不是自由惯了吗 不愿意加入任何宗门 这不是你说的吗 哼 这不是你小子的宗门吗 难道你还会对我指着点点不成 老夫是喜欢 但那已经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现在我年纪大了 不管想要再进步几乎不可能 就来你的唐门养个老 反正你只要管我吃喝就行 有什么打打杀杀的热闹事 也叫什么 装这么凄凉干什么 只要你愿意 给你养老